7成80後不妥曾蔭權 浸大在1月訪問了1,500位選民 看看他們滿不滿意政府 發現35至39歲受訪者的態度 和去年10月施政報告前沒有什麼變化 80後的不滿指數就升了1成 10個有7個都不滿意曾蔭權施政 包括社會不公義、政改和貧窮等問題 例如為什麼起高鐵要用這麼多錢? 大學學費一什麼這麼貴? 有2成青年認為曾蔭權應該下台 超過4成人認為 中央講的2017和2020普選時間表 是空口講不話 全民的退休保障又沒有 最低工資又沒有 其實這些都可以追溯回去 因為政府不是民選的 陳方安生都出席發佈會 凡此種種都令到年輕的一輩覺得 我們這個社會是越來越不公正、不公義 政府在來定政策的時候 是維護和偏袒一小撮的既得利益者 就忽視了大眾市民的需求 這種情緒如果政府是不正視的 是不採取行動 我恐怕將來是會有更多的衝突 更多挑戰政府的行動 她希望這個調查可以喚醒政府 她希望這個調查可以喚醒政府 現在的 goose臂 我們會這樣做